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两天倒是在深圳 然后呢 刚好我那个助手非常兴奋跟我说 叶老师 叶老师 你看看我的那个 我一个打开他的苹果 全是照片 就是那个深圳那个游行的照片 跟看到一模一样 一开始那个广场上空空荡荡 空无一人 你很难想象 华强北啊 那么热闹的地方 没人 然后呢 队伍远远的过来 过来之后喊标语 这个打标语喊口号 那个标语我看了吓一条 后来看看跟你这儿比也不算什么了 他那个标语叫杀光日本人 过去网上一直讲的轰炸东京 你说真是 对对 你就是我感觉这次啊 就是好像在刚开头 就是砸车的时候 我感觉啊 这个就是我昨天就说到 这个好像警方出现过短暂的一个犹豫 但是后来很快 就是这个态度就明确了 就是你要是涉嫌违法犯罪 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警方也应该接到上级指示 他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 他这个有时候分不清啊 这个爱国和泄愤的区别 他需要分清这个 如果上面给了一个指示 他很快就分清了 什么是爱国 我老说爱国是一个 非常高尚的一种情感表达 每个民族都应该 这是最高尚的一个情感表达 但他不是泄愤 泄愤他就不是不一定是表达 那对日本愤怒需要泄 这不就是泄愤吗 你去到那边泄去 你不能全泄在同胞身上 我们现在是完全的泄在同胞身上 那不叫泄愤 那叫耍流氓 知道吗 因为你想想看 像他买了日本车 因为买日本车一般不是有钱人 老实八交中产阶层 对不对 买日本车 为了省油嘛 然后人家好不容易转上五年的钱 买日本车 你上去 这个框仓一下砸了 你如果是真的想爱国的话 我觉得爱国第一 有条件的 第二有资格的 你不是任何人都能爱国的 你们说的挺有道理 但是我就说 我这几天呢 因为我比较怂 我不知道该怎么聊这个事 我就在看别人怎么聊 我就感觉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 其实每一个写评论的人 心里啊 都是有一个怎么说呢 这个左右为难 你都能体会到 你比如我看 我说中央台怎么聊的 人民日报怎么聊的 还是哪个个报纸怎么聊的 你都会发现的 有时候有微妙的不同 比如说这个报纸 今天就说呀 这个要理性爱国 这个砸车 这是打得抢行为 这个不好 但是呢 似乎又怕伤了人的热情 你在看人民网 可能又出来一篇文章 这个标题 可能就是呵护 要保护群众的爱国热情 好像这个每篇文章 你看啊 都是基本上各说一半 先是要肯定 大家这个是这个爱国 但是呢 同时也要说 这个不能够打得抢 所以你知道 他们既然把毛主席抬出来了 我就经常想到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很难呢 毛主席说过一句啊 甚至可以说是 很反映真相的话 就当年很有名的话 毛主席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绘画绣画 不能像大姑娘绣画一样 从容不迫 好像是那么准确 可是你知道 我就觉得你看 他一方面 他说了实际的情况 群众一上街 那玩意儿 这怎么能够 对 你知道 但是再有一个 我又想啊 毛主席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那个年代 而且毛主席说的是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会画绣画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破 那样温量 温量攻减 这是当年的红卫兵 对对 我们当年都背过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 另一个阶级的暴裂的行动 这是主席的原话 那么我觉得我们 这个爱国呢 我觉得我们需要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 就是要知道爱国的内容都是什么 首先我们不能让人家笑话 你觉得你是爱国 然后全世界看你的笑话是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尤其你这种打砸抢 这种打砸抢的这种群体世界 一旦失控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 对吧 我们已经安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其实大家都很珍惜今天社会的这种局面 为什么很多人担心 就是因为珍惜才担心呢 对吧 那么很多年轻人是不知道的 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我是见过乱的社会 他们没见过 一旦这个社会陷入一个无政府状态 中国历史上就是最后一次大的动荡 我赶上了 就是66年 66年的时候 我看得清清楚楚 对吧 那时候呢 财产受到威胁已经是小事了 全部都是人身受到威胁 很多人就是不知缘故就死的街头 家里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要不就逼死你 就很多人自杀 对吧 都是都是那个时代的事情 那个在我们记忆中是有的 所以我们希望社会是安定的 只有我们安定团结 我们才可能爱国 才能一致对外 如果我们自己都是这个状况 那肯定会出问题 所以马先生 他是那个时候过来 66年 他就有他这种观感 66年的时候 我还是受精卵的状态 所以呢 我就会觉得真有那么严重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就是打砸抢会 就是很多人家里 那时候都是直接冲进人家里 就说这家有 这家是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地富反坏分子 其实人也不一定是 光就冲进家里 把这家里 就是抄走算轻的 有的就给点了 所以我想啊 爱国其实是分不同的层面的 刚才说我们当然尊重爱国激情 对不对 他很朴素的一种感情 但你想想看 这个美国人怎么爱国 或者是以色列人怎么爱国 他很简单 你二战结束之后 他到现在还在收罗遗骨 然后把每一块遗骨 拿回去 然后葬起来 把你的名字写出来 告诉别人 你的生平是怎么样 他是尊重每一个国民的个体 而且呢 就是我刚才 我最后琢磨一个 就是说 如果说毛主席 七八九十年前 说的这个话 如果说 我们现在还这样相信的话 那是不是没有进步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确实觉得 时代进入了一个精确的时代 对 真的 就是你不说别的 不要讲文明法治 就是战争 你看我最近看美国打阿富汗战争 对美国人伤了不少平民 但是你不能否认 他这个打仗 像大姑娘绣花一样的这种努力 哎呦 那玩意 你知道一个队美军跑一村里 他这个强大的一个 就是说 我完全把你弄住 弄住之后就搜身 搜身没枪 请 走 对吧 发现有枪 框极给你按住 他已经就是真是 就是说 就是像大姑娘绣花一样 精确的 你一米之隔 你打塔利班 你就不能打了 就没拿枪的这个平民 尽管他拿起枪就是塔利班 他没拿枪就是百姓 可是 你就要按他当时的状态 你知道 包括现在这个执法 真的是 我们要讲 一个世纪以前的执法 是很粗略的 明白没有 那就是要付出一些少数人的代价 包括战争状态 包括战争状态 对吧 牺牲一些少数人的利益 这是避免不了的 可是今天 这个社会发展到一个高精尖的阶段 我就发现 还真的就是 有的时候就需要你这个法官 甚至是一个市长 你就像大姑娘绣花一样 你就得办了这件正义的事 但你不能伤害这个无辜的人的利益 你明白没有 现在就是进入这个时代了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精确制导时代 你比如说这件事情是这个人做的 那就是这个人做 而不是说你是这个阶级做的 所以我把你这个阶级一过端 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爱国 经济爱国怎么爱 你说我们肯定要分析 你如果一个学者很爱国 你就分析 你告诉我 对于日本来说 什么是致命的 你不是说去砸一个日本车 那叫什么致命 你要说这方面的进口 如果我们不信 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影响很大 对不对 或者是关税提高多少 那叫做真爱国 其实以色列人什么 全是这么干的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的话 像我们爱国的话 记住历史 一定不要遗忘历史 但是你要有大局观 你比如说 我觉得这一波肯定是给挑逗起来 甚至我觉得是看到两个蟋蟀 在挑逗之下打起来 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这一波咱们 纠缠游济夫的时代 跟中国关系很好 其实在这三十年里头 中日关系总体来说是不错的 然后把钓鱼岛搁置起来 搁置对于中日两国都是最好的 大家先不去碰这个窗口 对不对 然后呢 当时我记得两国的金融界 在探讨什么问题 说是不是东亚自贸区 因为中日韩之间 自由贸易没有关税的话 这是全球最有力量的一个贸易区了 然后再是亚元 如果有亚元的话 那么这个就不受美元控制了 因为中国日本跟韩国 如果用同一种货币的话 那么这个贸易量一下就上来了 其实像这种 当时都在探讨过程当中 但是最后随着什么南海包围链 一形成 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 这个设想都一点不可能了 你今天探讨亚元 那一点都不可能了 就变成很搞笑的事情了 但是当时是很认真的 在探讨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群众发出互声 好像还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斗争手段 你说是不是 有的时候是不是说 当然我们也没法跑东京大街上街 这玩意儿不太好 是吧 我看到一张照片 晋国神社前面 有 有吗 对 那是勇士 那是勇士 但是我是说 有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美国炸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 我们也在国内就是说 游行 游行要发出吼声 因为这个吼声 要在媒体时代 他也是一种跟外国斗争的手段 是不是 就得让他看见 而且我即便政府采取了某种决策的话 你也知道 我这个背景 对 民众的态度非常重要 但是民众的态度 并不是说是一个失控的态度 是一个理智 我们刚才说爱国 其实爱国是感性的 但是你行为一定是理智的 第一 商机财产 这是不允许 商机生命就更不允许 因为我们今天还没发现到商机生命 是吧 因为商机财产 这时候蔓延到一定程度 他就开始商机生命 因为商机财产不解气 如果说你随便商机人家的财产 你如果说推车 如果有的人坐在车里 你当机要掀翻 或者这个人拼命的保护他的财产 就会变得非常激烈 就会出问题 您刚才说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日本车车主 或者我是一个开卖日本货的店 然后你们敢来 我拿把刀站在这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上机生命 完全有可能 你们谁敢来 不是谁敢这么干 谁敢来 我说谁敢这么干的 枪枪三元型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最近啊 我是觉得中国这个 边境有事啊 好像这是这个什么 全有事 日本东海啊南海啊什么的 马先生最近刚游了一趟越南 越南好像 我听说越南 当然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媒体炒作啊 听说越南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说现在中国人不是反对日本吗 说不上日本什么旅游吗 对吧 现在就是越南大力催股 这个各种优惠条件 鼓励到日本去旅游 到越南去旅游吧 到日本 就越南发展越南人去日本的旅游 就说你们中国人不是反对日本吗 我们越南人上日本旅游 那我觉得 被解释为要跟我们中国这个对着干 越南越南不太可能 越南现在目前情况你能看出来 他大概社会状态是我们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前的状态 他满街都是摩托 但是越南人家摩托有一个管理的方法特别好 就是他那么多摩托吧 他不丢 你随便搁他都不会丢 为什么呢 不是鲁不实宜啊 不是鲁不实宜 他有一个法律规定的特别怪 就是买摩托的人 如果你买的是盗窃的摩托 你的刑期是偷摩托的人的一倍 明白了吧 所以谁也不去买这个盗了的摩托 因为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那个摩托老辈盗 后来就把法律这么一改 就是买的人的罪 重于偷的人的一倍 这是不抓卖的抓嫖的 对对对 所以他就特别管用 我看他那个社会这个状态还很好 就是如果没有 就现在年轻人 要是没有见过80年代的中国 我说到那去看看 那个补课的状态很好 因为我们周圈的国家都有一个问题 越南日本朝鲜包括韩国 是吧 他过去都是史中文的 他都是我们的文化 他都是陆续的废除 你看越南也把汉字废除 这个日本到现在没有完全废除 他还是大量的汉字夹杂 这韩国 就朝鲜已经就是彻底废除 因为汉字不废除的话呢 你的文化对他的影响是置身的 是致命的 就换句话说 中国人一确实 这不是我们不就 这这我一吃 这面条俩字我认得 我发不出音乐 我还吃不了这碗面条 他都给改了 但是日本呢 日本到目前为止呢 他对中国文化 他还是认从的 就是他认为 我们是从这支过来的 所以他在他的这个 就现在的文字当中 还是夹杂着大量的汉字 就是你去日本会 很多地方 你还觉得还是比较方便 一看 你能看懂 这是文化的力量 但是为什么 他们现在好像对 看中国都有点 敌意呢 还是说 当然了 你大呀 你老大呀 他本身是一个紧张状态 他永远是一个紧张状态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周边 你比如说只有600人的国家 或者他现在尽管一亿多人 但他人口增长非常少 编上一个13 14亿的国家 而这个13 14亿国家 现在还处于一个混沌状态 还在往上走 你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 准则是什么 隔着你 你也害怕 我觉得人是人之常情 这是人之常情 你害怕你还在钓鱼岛上挑事 这不是有些 他越害怕的时候 他就越要叫板 我觉得是 另外我觉得他这个 这次有点是 我们我们的这个国家政治形态 跟日本非常不同 日本是无数个人说了算 所以他就有左翼和右翼 他右翼就会出来挑事 因为他是选举制 他一定要获得眼球 是吧 咱们现在叫眼球经济 他叫眼球政治 眼球政治 对吧 他必须要出来这些搁事来出来 来说 拿着一个不该弄的事来弄 我想呢 你看我看最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 也看到就是 很多日本人也不愿意这样 他也不愿意 他也希望社会是稳定的 也对右翼集团 就日本的右翼 持一种批判态度 或者持一种这个组织态度 但是作为右翼集团 他是刺激他生产 你要越不理他 他越不长 这个没用 这个是文化里边的一个列根线 你想啊 所有的美国总统 在上台之前 对中国都特别狠 怎么狠他怎么说 因为他说要制裁中国 要什么什么什么 上台之后 说的跟做的就是两码事情 因为他要考虑到具体的情况 像这个石元 他如果是日本首相的话 我觉得还稍微能控制一点 他现在只是一个知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放开了说 他放开了说 这本选举害人 我发现 是吧 这选举会引起世界大战 对对对 对吧 我为了选票 他其实是为他个人的利益 未必是为国家的利益 对啊 你这个民族主义 从来都是一呼百应的 对 我说中国是我们的筹敌 这家选民 你要能成功掀起风潮 造成实事 你就上台 当年希特勒就是这样 一样一样 是啊 对啊 民族的这个概念 在这个这个 就是人类的文化中 比国家重要 就是民族 所以我们经常强调 我是中华民族 对 再不及就华人圈 对不对 大家都是华人 民族的那种认同感 他比国家的认同感 有时候还前面 所以他为什么讲 有种啊 什么血性啊 他这个是血里边的一种 一种力量 这个这个种的生存 是吗 对 他认为他跟你不是一个种 对 他们是有天神文化的 这个这个文化 倒是真是不一样 就是我当时 我其实印象特别深 就是日本人是非常 就是他一个这个 非常恭敬的祭祀的地方 天神 然后大家去 那么很多留学生去 大家都是在那儿 尽管有的人相信心怀不满 也不会 也不至于做什么 当时有一个韩国的留学生过去 就踩了一脚 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 就是像这种 民族跟民族之间的争斗 特别难 我就觉得现在回过头来想 像这个德国或者是美国 这种方法反而更好 为什么呢 它是他们这个宗教文化 有牙还 这个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我记住你 历史上这一笔 我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历史 它绝不篡改历史 当时历史怎么样 就怎么样的 我打出了你 或者你打出了 我清清楚楚 咱们把以前的恩怨 一笔了结 然后现在开始 我们开始交往做生意 你比如说德法 两个国家 正要能够站在一起 先是梅纲联盟 然后推出欧元 我觉得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最怕的就是纠缠不清 一开始以德抱怨 然后是这个 到底是谁打赢谁了 双方谁也不服气 然后扯到50年之后 你现在看起来 他日本人对你还是不服气 我们对他也不服气 因为说起来就是 在这个二战期间 中日之间 不是一个单纯的战争 不是中日之间打的 是所有的外方介入 所以介入呢 就是不服气 最后是给拉开的 这事没打出这输赢来 甚至有人就说呀 说日本日本人就这么想 日本人从来不认为 日本是中国打败的 他认为他是被美国打败 对 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零污染倒过新西兰 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雅居乐海南清水湾 我说句大俗话 我觉得游行也好 示威也好 真是要自强最终 你知道你说起这个战争 我当时我最近前两天我就看这个七七事变的这个文章 你知道当时啊 你就是看得很冤的没有办法 就是说 这个 蒋介石不是不想打呀 他准备不了啊 准备不好 当时他的这个情报官就跟他汇报啊 说要一打起来 平均 就是北平天津 平均守得住 守不渡 完全是乎日本人来与不来 就说 哎呦 你说武器装备就不要说了 就说日本人打枪 对吧 300米外 打五枪 三枪都能打在一个拳头大的范围内 那就是中国兵一冒头一枪就打死你啊 然后就说 这都是实打实的 拼刺刀的这个训练 我就一下 你知道我就想到当年中国兵啊 是多么这个惨烈 就是说 通常我们需要五个中国士兵 才能在白任战拼刺刀的过程中 才能顶得过一个拿刺刀的日本兵 哎呀 我就觉得你就说 抗人战争非常惨 抗人战争 你现在你体会到 你就是 你不自强啊 你看今天老美 你就知道 你强 哎 怎么说都好说 我们现在啊 就很多东西 以为就是意想中的 就挖个地道抗战就打赢了啊 其实 整个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种残酷 那种博弈 就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 你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63年了 马上63年建国嘛 是和平的 总体是和平的 没有大的战争 都是局部的 打个什么自卫环机战啊 什么的 就是珍宝岛啊 都很小的事 所以人对战争是没有概念的 我们现在的人对战争是没有概念的 痛苦记忆没有了 没有 现在都不要说战争来了 断电24小时就彻底泄了 是不是 他受不了 没有过去那精神了 我爹那一辈是打仗出来的 我 所以你如果真爱国的话 有时候你就在想 你要退一步 你想 我们有时候合作 反而是爱国 或者 然后是你才能强大 强大了 你才能像美国一样 要不然你说什么都是 你刚才说 蒋介石很痛苦 袁世凯也很痛苦